记者杨年杰台北报道,周休二日天气不稳,安排户外活动要三思。 中央气象局预估,明天会是第十号台风安比聚台最近时间,虽然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机会很低,但搭配南海又有热带扰动,台湾在南北夹击下容易形成不稳定天气。 气象局表示,明天至下周一全台都容易有短暂阵雨,提醒民众出门准备语据针对安比的发展情势。 气象局表示,安比台风目前朝西北方向移动,位置大约在台北东方900多公里海面,明天会抵达琉球附近,并持续朝中国浙江方面前进。 同时明天也是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候,最短距离大约400至500公里左右,外围环流会影响北部地区。 至于南海的低压扰动,最快今晚会形成热带性低气压,气象局甚至不排除有可能形成第十一号台风悟空,路径上可能以东北东前进,朝巴士海峡过来靠近台湾,不过未来在强度及方向上都还有变数。 对于台湾的影响程度及影响区域也会有所不同。 气象局分析,若是此热带低压直接侵袭台湾,中南部后天雨势将会较大,若是方向上较靠近东部陆地,而东半部雨势就会较明显,但这些都还有变数,气象局会持续监控。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,台湾受到南北天气系统影响,北部、东部、恒春半岛会有短暂震雨或雷雨,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震雨或雷雨发生的几率,等同全台有雨。 但也因为下雨,气温就不会那么高,明天高温大约在31至32度。 气象局也说,到了周一开始,虽然这两个天气系统都离开,但台湾还是为处低压带,受到低压影响,天气还是略微不稳定,包括中南部,东南部都容易有短暂震雨,提醒民众注意。